他身家清白从不炒作 仿祖明多次追求悲剧 现在河南有爱情甜蜜说到成龙 大家都不陌生吧 成龙大哥是一代功夫明星 继离小龙之后 更是打开了好莱坞影视道路 成为了功夫巨星 成龙大哥有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而且在小编小的时候 小编也看过有关于成龙大哥的动画片 讲述了成龙的传奇 可以说成龙大哥是非常受人尊敬与敬佩的 而今天小编要为大家介绍的却不是成龙 而是成龙的儿子 房祖明 房祖明作为成龙唯一的儿子 可谓是备受娱乐圈的瞩目 房祖明有过很多的电影作品 在他早期的电影作品中小编也非常喜欢 而就前几年来说 房祖明因吸毒事件 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但是因为房祖明有成龙 这么一个强大的背景 他的事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依然是拍他的电影 而且依然有很多的女星去喜欢房祖明 想要攀上这个高知 房祖明虽然谈了很多恋爱 但是有一个女星是房祖明非常喜欢的 也是追求过好多次 但是这位女星并没有接受房祖明 而是多次拒绝她 这个女星就是周琪琪 说起周琪琪 想必大家对这个名字会有点陌生 那么小编来说一下 她出演的电视剧 大家就会知道她是谁了 周琪琪饰演过很多的角色 比如说犀利人世中的慕容月 亲爱的翻译观众的文小华 温暖的贤中的温柔 狼牙榜中的公语等等 但是周琪琪饰演的基本都是配角 所以她并没有得到观众们的关注 她没有太大名气的另一个原因 也就是她并不会去炒作 她几乎是零飞吻 从来不会故意去取得观众们的关注 想必连这些事情都不去做的一个女演员 又怎么会去 因为房祖明的背景强大 而去违背自己的内心呢 虽然房祖明非常喜欢这个演员 也追求他很长时间 就连我们的成龙大哥也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这个女演员的身家非常的干净 但是这个演员并不屑于这种 因为在前段时间周琪琪爆出了自己的恋情 她的男朋友就是江麒麟 周琪琪也曾经说过 她非常欣赏胡哥 因为她觉得胡哥是一个非常有内涵 且非常有才华的人 但是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在这个逐金逐利的年代 还会有这种女孩 只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是很不容易的 朋友们知道这个女孩子后 会不会也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好感呢 图片来圆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评优惠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